HELLO 大家好,我是莎 由於京安之殿堂即將在銅鑼灣隆重開幕 除了有四層外,還是開廿四小時 位置在 HMV 的位置 為了令大家對日本產品有更多認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去年在名古屋最便宜的妝藥店千里馬 位置很方便,在名古屋車站旁邊 相當出名 如果大家遲些去名古屋,這間妝藥店一定不能錯過 因為它的產品有很多元化 它總共有五層,退稅在五樓 它很多產品,京安之殿堂都能買到 有一樣是很重要的,千里馬只收現金 快點來看看今天的十大必買 Are you ready? 第一必買Bourbon的紅仔特農朱古力曲奇 五十六日圓即是四元四仙 香港媽媽TV Mall 賣減價都要三十二元港幣 原價是五十五元四條 買回去給Reception或秘書姐姐 告訴她你去旅行時,見到很可愛很襯她 要哄人歡喜買紅仔丁曲奇 第二必買Natoli的小粒鮑魚 一包有九粒,鮑魚是用微火慢煮 放在嘴裡咀嚼,豪華濃郁的山珍海味在口中蔓延 日本的高湯昆布和魚去熬製 加上味淋和醬油 加進家裡煮的拉麵裡,非常有日本風味 不用坐飛機,可以幻想自己坐在日本拉麵店 而且非常低的卡路里 一次可以吃四五粒,都不覺得高膽固順 另外它亦有一個絕配就是鹽燒的扇貝 一齊食拍住,超爽 鹽燒的扇貝有另一種吃法 就是可以做茶漬飯,一樣好吃 第四必買,不說你不知道 這家Specati House Yokai的住吉店 它的餐廳在名古屋非常出名 所以它的醬汁是很厲害 在超市和食品公司買到的 如果你買回家裡煮 配菜可以加香腸、雞蛋和炸蝦 也可以加洋蔥、青椒和蘑菇 這個醬汁在名古屋被形容為靈魂料理 名副其實是名古屋的特產 如果你在香港日本超市 或即將新開的激安之殿堂見到 記得買來試試 第五必買,花黃拋光打地納水去污漬一流 讓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看 這一包就是我去年年底 在名古屋千里馬買的 遲下我會逐樣跟大家介紹示範開箱 它的去污能力非常強 輕而易舉抹幾下就馬上乾淨了 這些污漬是我刮花了很久 用過其他清潔劑都抹不掉 讓我倒少少去布上面 份量好像一元一元銀 味道有點像清香草木香 不用開水 抹兩下地底白了很多 抹完地板又不會黏黏黏很快乾爽 為何這裡那麼髒呢? 因為我書房有兩張椅子 其中有一張很少坐 有時我坐進去 塑膠黏在地板上 很難清洗 直至買到這一枝 抹兩下就乾淨了 第六必買,冰綠餅 這是日本的懷舊小食 吃起來,口味融合了紫菜和抹茶的奇妙風味 類似軟糖的口感 尤其裡面可以食用的糯米籽包著 更加香軟嫣 冰綠餅背後有個故事 在綠兒島香土文學著作 大石兵綠夢物語而來 盒上插圖是一位打倒大蛇怪的殺魔士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 這個產品被美軍兩次禁止售賣 理由是說 這個合國兵腰間上的武士刀 會鼓勵日本民眾的士氣 免得打打殺殺 所以不可以買了 第七必買 UCC耳掛式咖啡粉 濃郁炭燒六種口味的組合 這裡有一幅圖可以介紹給大家 咖啡師是怎樣沖出一杯美味的咖啡 水溫要在85至95度攝氏 水份量要180至210毫升 然後把包裝拆開兩隻耳朵掛在咖啡杯上 沖熱水大約30秒就可以飲用 一大盒有8種口味任君選擇 UCC這個咖啡品牌 在日本已經超過85年的歷史 它在日本是最大的咖啡生產商之一 在神戶有自己專門的博物館 就算不是喜歡喝咖啡的人 建議大家都可以試試 如果你喜歡喝咖啡的朋友 我不叫你都會買 第八必買收眉剪 女人的眉不用怎樣剪 最多是拔一下雜毛 我相信應該比較適合男士 眉毛在面相裡非常重要 有沒有聽過眉頭大戰感情混亂 眉毛的留戀是31至34歲 女人的眉毛又黑又濃 代表她的脾氣很大 性格爽朗 但有些男生的性格 如果男人的頭髮粗 鬍鬍鬍鬍鬍和眉毛粗 這些叫三詞名 即是限運詞、結婚詞、生仔詞 如果適當地修剪一下 樣子看起來會微青木獸 人家看你的樣子舒服 自然就會吸引到貴人 第九必買 這個重錘是小梳打粉 再加點醋 就是一個超級無敵的清潔劑 用來抹廚房可以除菌、清潔、除臭 一舉三得 第十必買 UHA味覺糖可樂餅的餅乾 將日本的雞頭小食 造成一個餅乾 味道一定是好不好味 這裡賣110日圓 香港的京安芝殿堂網上賣130日圓 當然是抵食 而且味道非常好 汁味道很鬆脆 由於千里馬實在太大 裡面的貨物也是物質質 所以一集是說不完 看看你們的反應如何 如果你們喜歡我繼續講日本的產品 我下集就會繼續講其他 如果反應不太好 我又要轉一個話題 還有我大膽的朋友 記不記得我們星期六有個約會 但應該會早些 應該在今個星期六晚上九點直播 除非突然之間有事 如果不是 希望大家到時會收聽我的直播 今次就說了這麼多 記得看完影片 留個表情符號以示支持 我們留下一次再聊 拜拜 拜拜